许久没有单独现身的南亚光店董事长王文潮 这回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替自家LED灯泡推广宣传 它花光的角度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看着它 我们不会感到很刺眼 我是说这个产品跟其他的产品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要七个化 不能说有什么破坏性的价格或怎么样 大力推产品因为南亚光店 过去两年营收超过11亿 其中LED灯泡就贡献超过两成营收 节能商机前景看好 畅谈专业领域 王文潮必谈敏感话题 长哥医院总监的位置我不晓得 今天老师会不会交棒给 因为今天我们在讲这个LED 请讲在这个方面 为何会交棒给专业的经理人类关 这个我们还是讲关键的东西好不好 通通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自从三娘李宝珠接下长庚医院董事长职位后 外传王永庆三房和王永在家族等于正式宣战 王瑞慧女士是三房成员 但她现在也在长庚的董事席次里面 按照协议她应该要卸下董事 尽管长庚医院王文渊王文潮都还在董事会 但就怕难以和三娘抗衡 也难怪王文潮不愿多谈 在联选零宗BD下台